我要做一个进销存管理系统 那企业的进销存 它也属于计划 一定是要有计划 所以 所以 这整个过程来看 我们说企业就等于R R加P 那么R是什么呢 R是静态的 你看我们又回到原来的这种说法 R是静态的 P是动态的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 企业是由动静两种方式来表现的 所以你看我们的ERP表现得多好 ERP 说明这个系统 就是由静态和动态所构成 那么既然我们的系统 也是由静态和动态构成 那我们的需求业务 当然也就是静态和动态构成 那么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去画我们具体的 这个业务场景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找出里面的静态和动态就行了 简单吧 就好像 我们之前给大家演示的一个例子 就是 一个人 上车 打火 然后启动车 开走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谁里面谁是静态的资源呢 人是 车是 钥匙是 那么谁是计划呢 计划我们称为是动态 动态就可以称为是一个广义的计划 打火 打火 发动 上车 这些都是计划 所以 这样我们一看 那这个资源不就是我们用力图里的actor或者object吗 或者class 对不对 就是我们这些静态的东西 因为我们说了actor实际上也是个class 人也是个class 那么你打火 发动 上车 这不就是我们以前那些椭圆形的用力吗 所以我们这样一看 OK 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好 因此我们只要找准了R和P 那我们的这个用力图就不难化了 最后 一个要素是我们的界面原型 是我们的一个界面原型 这就是我们需求的四要素 你就简单的看就是前提 模块 还有RMP 以及我们的界面 这块听明白没 你想象一下 我现在这样的归纳 能不能把它基本上涵盖过去 对吧 能够基本上把我们系统 把我们系统涵盖过去 那么同时 我们做需求的也有五个原则 我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 什么是需求 对于我们而言 一个狭义的需求是什么 需求其实就是沟通 你没有说谁不用说话 就可以把需求给做好了的 也没有谁说很不会说话 他能把需求做好了的 所以我们的需求角色其实是很会沟通的 建模 包括我们画圆没有 这都是我们的这些领域建模 我们的建模和抽象的这个过程 最后我们要成文 这就是我们的需求 需求过程 第二 文不如表 表不如图 那么我再加一句 图不如实 就我们古人就说过 文不如表 表不如图 这个很容易去理解 那我们的 一大段的文字 你不如拿个表格 很轻松的来表现 那么实际上一大段文字 不如很轻松的拿表格来表现 但有时候你画一个表 还不如画一个图来的直观 但我还要再加一句 图不如实 实是什么 实就是原形 那么有的时候你把图画好了 你在科文弹画图 你不如直接做个原形给大家看 对不对 所以这个原则意思就是什么呢 意思实际上 它是一个直观原则 如果我们要概括的话 这个叫做直观原则 这好像很多人问我 说桑迪 我要学一个新的知识 或者学新的语言 我该怎么学呢 我就告诉你 你可以从直观入手 什么叫直观 比方你要新学一下 Android的这个迁移 Android的系统移植 那么最直观的方式 我们说是多媒体 对于我们人类而言 多媒体是最直观的 那么当然就是 你先找视频 找到视频了 很快的看了之后 你基本上就有个印象了 然后我们再去看书 知道吧 这事实上我也很喜欢 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学习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文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实 第三 置顶而下 足迹细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需求 是应该置顶而下 足迹细分的 这个跟我们当时的 那个V字模型 左边的这个设计线 是不是很像 事实上 不光是我们的需求 包括我们后面的设计 其实也会遵循 这样一个原则 置顶而下 足迹细分 这是不是很容易理解 那么也就意味着 以后大家再去 找需求的时候 不要一去 就是打破砂锅 问到底 而是把它分 分出层次来 一层一层的往下拨 就像抽丝波茧一样 一层一层的给它拨开来 第四 业务等于RMP 就跟我们上次销售是一样的 第五 拥抱变化不断重构 因为我们的需求 不可能是 一下子就给它做好了 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所以很有可能 我们到后面 甚至于都在设计阶段 甚至实现阶段了 我们还会有需求 需求的变更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很容易理解 而且我们在做需求的时候 一开始就要有拥抱变化的心态 一开始就会告诉自己 OK 现在需求很可能会变的 特别说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好 这四要素和五原则 就是我这堂课要给大家讲的内容 所以你看我们要学的内容很简单 我们学的我们学怎么去做好需求 就是我们的四要素加五原则就可以了 好 那么下面我会跟大家具体的来说一下我们的这几个要素和原则 那么其中我们既然说需求等于沟通建模加成文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建模的角度 因为沟通的话 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而且沟通里面要讲的内容太多了 而且很多涉及到社会心理学了 涉及于演讲一口才了 所以我在这里的话 我后面会简单给大家提一下 现在就不多说 那么成文的话 如何写一份好的需求文档 我在后面也会给大家讲 那么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建模 那么建模的角度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我们生活在一个三维的世界里 那么既然生活在三维的世界里面 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三个方向来考虑 对吧 我们之前讲过 我是不是讲过三式图 讲过没有 对 我们现在其实观察一个事物 我们至少也应该从三个角度去观察它 才观察清楚 那么之前我跟大家画了那么多的图形 八个图 我们应该选哪些图呢 那第一 我们说需求是用力为导向的 所以 大家做需求 用力图 必化 这个要记住 第二 就是我们要描述对象 所以 类图 应该也少不了 那第三张图呢 第三张图 我个人倾向于 其实第三张图 一般情况下 大家可以考虑用活动图 或者 协作图 用来描述什么 描述流程 我们来想象一下 这样的一个结合 第一张用力图 我们来描述业务场景 这个是最直观的 对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客户 都是最直观的这样的需求 第二张类图 是用来描述我们的对象 第三张活动图 或者协作图 来描述我们的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流程 那么其他图做辅助 做辅助 比方说也有比较复杂的 这个我们对对象变化的这个状态了 我就要用状态图 从我个人来说 我很喜欢用用力图 类图 以及我们的时序图 这画错了 不是协作图 时序图 很喜欢用时 这三张图 来做我们的这个需求过程 甚至于很多时候我的需求 就这三张图所形成的 其他类型的图都很少画 像什么发部署啊 什么的 就如果有需要了 我才去画它 这就是我打上新号的这三张图 大家一定要注意 而且最重要的是用力图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 肯定是用力图画出来 然后资源和计划这块 我刚刚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每一个业务场景 都包含着 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和计划 每个业务场景都包含着 我们的资源和计划 那么这里我来结合着 结合着我们的一些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怎么样来进行建模的 拿一个比较随意的拿一个 拿一个比较随意的拿一个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说 我们说了 我们的建模的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一下 来验证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些要素 这些图是我们典型的用力图 典型的一些用力图 那么除了用力图之外 我也会去建一些其他的图形 比方说 我说我很喜欢用这个来描述我们的这个流程 我很喜欢用用它来描述我们的一个流程 这是什么图 持续图 对吧 那么除了这些 我们在这些里面 有很多的对象 甚至于我把这个对象 都给它总结出来了 总结出了 我们的具体的一些实体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具体的实体 具体的一些实体 这每一个都是一个类 只不过它的标签不一样而已 所以这就是我们需求中的这样的一个建模 除了这个建模的角度之外 还有我们说业务等于RNP 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 拿一个业务 我们来调一下 然后就拿这个商品的常规采购来说 按照我们这个图形解释 就是请购处理 请购询价 订单处理 和采购付款 那么它的 那么它的R在哪里呢 P在哪里呢 这些每一个都是动态的 对不对 我们用力是动兵的 每一个都是动态的 所以他们就是P 那么R的话就像这种对象 或者我在这里再放一个actor 或者我在这里面再放一个actor 那他们就是R 就是R 这个图其实还画的不是特别好 把人把角色给画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就啥 这些就啥 对吧 所以业务等于RNP 我们再依次验证 第三 就是我们的层次 那么在这个层次的时候 什么 来为了让大家看一个层次感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是一级层次 表示我们的这个系统有这个商品采购 商品管理 项目合同管理 仓库管理等等等等 这几个模块 那么这几个模块里面 比方说我们的财务管理里面 又有三个小模块 叫自动凭证 凭证处理和期末处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小模块里面 又有 又有具体的一些模块 这个不是他的模块 这是跟他具体模块 几个的关联模块 是别的系统里的 你看 Farm销售管理 代表他们是从销售管理过来的 那么他这个模块里面 又分具体的这个用力图的话 那么根据业务等于RNP 财务人员 财务主管 这些都是资源 还有通过这些凭证 这都是资源 计划是谁呢 是他 对不对 你看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 那么这样子我们来看 我们是不是分三层 对吧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和三级 如果按照这个来说的话 只有一级模块和二级模块 三级就是用力了 第三级就是用力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 它是分层的 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 是需要去解决的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层次 我们刚才还记得吗 我们刚才原则 五个原则里面 有一句叫置顶而下逐击细分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置顶而下逐击细分 去寻找我们的模块 子模块 功能子功能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分到多细呢 那很多人可能过去 比方说就拿这个系统一跑过去 说你们这个里头有哪些模块 客户说有商品管理商品采购 然后你一分 商品管理商品采购 没了 OK 好 那我 那么 那你 你下面是不是 你给我把你的商品采购 这个具体过程给我描述一下呀 然后别人就开始给你描述了 说有一个人怎么怎么样 开始先填一个请购申请 然后经过审批 就这样子就给你描述了 但是也有可能人会问 说那你这个商品采购和商品管理里面 还有没有更细的一些东西呢 比方说还有没有分什么类呢 那客户就会说 OK 实际上我这里头还有什么采购推货啊 采购定 常规采购啊 项目采购啊 收拾采购等 特殊的一些情况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特殊的 再下一层的这样一个层次关系 对吧 我们就把它找出来 那么再往下 就拿项目采购来说 那我要不要再往下再细分呢 比方说项目采购下头 还有没有有没有A类项目 B类项目这些东西呢 那就是这种层次关系 很多人刚开始是非常难以去把握的 这个就是一个边界度 边界的问题和稀利度的这个问题 很多人难以把握 在这里 老外的世界里面 他们老外的软件工程里面 他们有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他画了一幅图 这幅图的话 上面是蓝蓝的天空和白云 中间 是一层海蓝的这种 海平线 海平线下面 潜海地区 是湛青社 湛青社的那种潜海 再往下 是那种黑色的那种深海 从上往下 颜色是越来越深 那么在上面天空这一块的 我们认为是什么呢 这一块我们认为是个粗力度 太粗了 那么再往下 潜海地区 我们认为稍微细 太细了 那深海地区就太细了 我们要找到的这样的分层点 在哪里 在这一块 就是我们的海平面 所以这个原则称为海平面原则 老爱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 叫做海平面原则 蛮形象的 天空上面也有一段区域 海面下面也有一段区域 就海面 就一个点 就一条面 一个线 你把它找准了就行了 那么海平面原则 上面的这个白云这块 我们称为概要层次 概要层次 主要是 就是我刚刚说比较粗的 用来显示我们的用户目标运行的语境 就是OK 这个系统是给谁用啊 怎么怎么样的 显示相关的目标生命周期顺序 为底层用力提供一个目录表 那么 比方说我们来想象一下 操作保险单 这个例子 它的步骤是这个样子的 客户得到一个保险单的报价 然后客户买了一个保险单 然后客户针对这个保险单又提出了申请 最后关闭这样的一个保险单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 我们说啊 就是要去评估它的这种概要层次在哪里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内容给它放成一个一个package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概要层次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概要 我看一下这个用力是否在这里 不在这 其次 就是我们的 下面那些子功能 有些 有些很细的这些子功能 深处海底 我们一般 就不用把它画成用力图了 比方说 就是我之前所描述的 汽车点火的例子 关于发动机的这个内部运行 属于我们海底